時代力量的立場成就法 突然在臺灣幾下十萬萬千的持久費 今天在強迫開業基索費 和國修法共同費 有求的考試做到行政廠西法 各種的土地證書 都應對來開的行政費 在今天在共同費當中 臺北台南市政府出席的提政局的官員 也在臺灣說到 不斷鐵特區上市路的討論 看有可能突然臺北 成本年份保留下亂謀 若看得出來 提名在臺北市場 總有風格附近 氣候高校 土地證明的力量速度重施 掠奪 反掠奪 護家園 反破千 反破千 真人權 真人權 臺灣反被前掌認請求好 全臺灣土地證書不僅北斗三十五年 竟然走遜其中國立法院 尤其土地證書應該開探證費 召開公聽會就是要讓行政院 要讓內政部瞭解 目前的土地徵收是違反人權 違反兩公約 不召開聽證會 行政官員不願意負責 臺灣對明貴九十八年代 正是設施利用公用 施行法 本利用公用 管理法律效力 而連接到貴金營業 全臺灣基亞三十四九 比零來雙台 正以徵負比方 利用公用 到武漢危險期間 做不到半年賽者規定 公文裡面就非常非常清楚寫的 南鐵東儀案 他是為了以土地開發利益 來補償軌道建設 年齒獨特強強奧品 臺灣南鐵東塞案 吳東儀夫還在減持框枕當中 希望做的由 開探證費的長期 臺南市政府今天台會拜託 現象這個討論 南鐵城佛年齡保留案 特強奧品 是 谢谢大家